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了Cappellano Suspension Bridge 它是在北溫哥華 就是從溫哥華要再過一個橋 經過Stanley Park 然後我是因為在網路上 跟很多其他旅遊Vlog 看到這個吊橋 然後覺得很漂亮 今天其實蠻害怕會下雨 因為早上出門說有點飄毛毛雨 而且今天是個週六 我沒有撞到是這個 加拿大的國定假日 所以今天超多人的 但是還是蠻興奮的 等下就帶著大家一起進去看看囉 走 太壯觀了 OMG 整個超級無法言語 你看我身後 我是現在先選擇走那個cliff walk 就是等一下可以沿著 懸崖邊先就是繞一圈 然後從遠方看那個吊橋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再去過吊橋 就是沿著這個懸崖 其實蠻恐怖的耶 因為 有點晃 這根本是世外桃源吧 天啊超美的 我們要準備上橋了 喔好晃喔 如果這裡對大家看的頭有點暈 嗯 這個我也幫不了你 因為橋真的很晃 哇 有晃 欸比我想像的晃欸 我覺得很值得站在橋中間拍一張照 因為背景真的太美了 超美 超美 而且今天有陽光又有風 我的天啊好晃 很舒服 橋的另外一邊是長這樣喔 我們搖搖晃晃要走到橋的這一頭了 然後呢 到這一頭 哇 它還有另外一個景點 叫做什麼Tree Tops Walk 還是什麼的 反正今天就是各種的 走樓梯跟爬山 走上來之後呢 就可以去這個Tree Tops Adventure 它就是在樹上 有沒有看到那邊 等一下就要上去囉 今天是13到20度 目前還沒下雨 今天就是在走各種的吊橋 繼續走 我們現在呢 往回走了 快走到 頭了 然後剛剛在 橋中央呢 我前面的男生就說 這個橋好像聽說在 十年內 只 就是 維修過兩次 就是 出過兩次事故 希望他說的不是真的 因為 走到一度 真的很晃 其實原本今天的計畫呢 是大家都會從Cafelano這邊 直接上山到Grouse Mountain 可是因為其實今天有一點點晚 然後 看起來要變天了 所以很害怕上山之後 開始下雨 所以呢 待會呢 就要轉站Stanley Park 就 反正 下一集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也是要上山 去個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叫做BAMP 班浦公園 國家公園 所以呢 今天 的 上山之旅 到此為止 因為呢 下雨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 不要去Stanley Park了 那還是來Canada Place 晃一晃 然後只好從對岸 看一看Stanley Park 只好留一些遺憾 下次再來溫哥華了 明天就要出發去Calgary 然後直接開上山去BAMP了 那我們下一集在BAMP再見囉 掰